A到GCNIX 为了来生化危机4 运河难度 一周目S Plus评价的游戏流程视频 跟上一期一样 现在是在录游戏后期的评论解说 废话什么呢 在上一期视频开头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讲过了 大家如果miss的话 可以是在视频的简介中找到上一期视频的链接 这样我们直接看看 现在是游戏进入到了 现在是整个第二个大的篇章吧 算是城堡的部分 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说是整个游戏三个篇章中应该算是时长最长的篇章 到了新的地方依然是整理一下物品 看一下升级什么的 这边我这次的流程我是选择买了一开始进城堡打折的那个Magnon 其实我现在后期想一想感觉上应该是没有必要买的 但是由于是这边是在土于硬核难度 跟游戏最高的专战难度不太一样 就是现在你的武器应该是升级是没法升满的 很多的武器是只能升到三级 后期的升级没有解锁 现在前也是没有什么作用 我是感觉上实在是没得花了 像刚才我好像升了首次的升级 其他的200武器应该是攻击都已经升满 所以说 起来没数花 我是选择花在了一个Magnon的武器上 这地方是这些敌人是应该是只有一滴血 或者说他们只是随便你攻击一下 他们就会死掉吧 算是免费的战利品可以减 所以说是利用一下 这个敌人呢 这次我不带清楚是为什么 是被变身的动画给震到了 平常的话呢 是基本上不会震到 可能是我走位没有走好 或者走得太近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还算是比较现实 敌人的出生位置 第一个弓箭手呢 是就是挡路的 直接坚用伞的枪打掉 第一个牌子 左手边呢 是有一个捷径 你现在呢 是可以是打那边 除了这个牌子 是还有那个大炮的一个机关 我是选择没有打 因为你打了之后呢 会上面会刷出更多的敌人来 我呢 是选择了进入上面之后再去打 这样呢 相当于是你上去的时候呢 敌人会刷的少一些 等你到那大炮身边呢 是可以用大炮把那些刷出敌人打掉 前面又拐一个点 第一时间要打掉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因为这个地方后边会再刷出这个人 他是直接朝你跑过来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很容易被刺 或者是Ashley被拐 前面呢 是一个投石机的一个啄弹点 总之呢 是 我应该是想再等 结果等了半天我发现没有投 然后呢 我就选择冲 结果冲到一半发现敌人就投了 比较比较尴尬吧 这地方我也是不太清楚 因为主要是我刚才一直跑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Ashley应该是会被砸到 那现在从刚才这个结果来看 好像是Ashley找到没有关系 刚才他应该是中招了 一个大的资源 这是固定刷新 在上面呢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大炮打开 有必要像 大家一周目开荒的时候 可能都是直接跳下去 那打完之后呢 是会刷出 比如说这个举火吧 还有一个 这些人呢 是把刀炮火打出来之后是刷的 如果你 但是来这之前就直接给他打的话 你再往上走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不足够的敌人 那大炮呢 是免费的 所以说那是你 这个门 打掉之后 你的身边应该是 会刷出 刷出一个敌人 这些人呢 有时候 你知道我这边 瞄准的领点比较低 我的大炮的转向也是很很费劲吧 有时候你会 大炮现在是来不及 这边跳起 虽然说已经 可以直接前进了 但我是选择去搜刮一下 财宝 这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为了收集那个蓝色的牌子 牌子的话呢 是 我的牌子目的 应该是准备买升级的那个 现在是最终改造的那个券 可以直接 现在手没钱嘛 而且这个地方呢 箱也是比较多 前面还有 也许还有一个财宝 那边远处是一些钱 我都不剪了 我刚才一直在收集 因为是可以看我的散弹枪弹药是不多了 基本上游戏还算是比较 友好的吧 甚至是你的什么弹药很缺的情况下 它一般呢 就会 相应弹药掉落率会提升 或者说你的一些资源什么的 像是比较少的时候 它是打罐子什么的 也是会 调率会提升一些 这边还是老样子用存档 自己的对话 现在是游戏内不走时间 看起来是自己的物品栏 前面呢 是一个固定的战斗 两个拿盾的敌人 我是强烈建议用手术弹把他 掉盾中直接杀掉 然后呢 回头直接把这个 像是埋伏的敌人打掉 然后呢 就是用散弹枪 这边 好像是打盾的敌人有一个人没打过 就是没有直接炸死的 一边是两个拿盾的 好像是两个拿镰刀的 还有最后一个带铁头盔的 刚才的小钥匙应该是我从村庄决心中 应该是攒下来的 这次的好像小钥匙也好像是攒的太太多了 最后好像是都没有用完 这也算是之后吧 之后现在是可以再提升的一些小的细节 前面有一个财宝 我是选择捡了捡 感觉上也不是特别的 费时间 这种不是特别费时间 财宝也是捡了捡了 这次打完之后也是发现 我的钱相当于是富裕量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之后的话呢 如果是把时间提的再快一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 有些财宝就是可以选择固捡 但是目前这次的流程 基本上不是特别绕远道的财宝 是都选择捡了一下 已经是你的升级越多 容缩率越高 刚才那个散弹枪弹 要是固定刷新的 还是最好捡一捡 已经散弹枪了 这个地方 这个敌人呢 他是瞎子 我打这个流程的时候 目前现在是还不太轻易 所以是直接给他 现在是攻击掉 应该是呢 这个敌人是现在是他跑过来的 已经是打好 他现在是从他跑过来的 那个通道那个地方 我看到 一个打法是 你朝的那个地方 扔一个手雷 然后呢会 那个手雷的爆炸声响 跟这个伤害 会把他引到 我应该会把他引到 那个 通道的 镜头去 然后呢 你只可以是 利用那段 时间 把前面那个门 开开 总之呢 实际上是可以 这个战斗是可以避免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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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基本就是一个比较长的跑路的地方 收集一下先锋的物品 这边我开物品栏进行调和也是不太 不太清楚为什么因为是刚才那个地方 实际上游戏是走时间最好能让你这样调和的话 还是在存藏点做应该会更好一些 这地方是先走右边把这个铁键拿到 至少先走右边这个流程可能是更顺一点 如果你先走左边的话呢 我发现是你把这些剑都放完之后呢 最右边还有一把剑 你是要给它出来然后再往左跑 这地方移动也是做得不太好 被奇怪怪东西给卡住 这个箱子里是有一个固定刷新的食物 这也算是一个小技巧吧 就是如果你去拉那个链子的话呢 是可以消耗弹药 但是相对的呢你的动画时间会更长一些 所以说能不能节省你的时间 这就是我选择绕了一些远路 因为是有财宝 这个就是拉链子可以开始挖到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这样前面那个解谜应该是你到了游戏后期才能拿到那个相应的那个方块的一个物品 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拿到之后再回来就相当是比较 绕远路了 所以说是那种财宝呢就相当是放弃的 我现在依然是在不停的收集物品 因为接下来呢是应该算是城堡内 我感觉上应该算是 可能是最难的一个房间 但是可能跟个人的感觉吧 可能有人觉得后期那个两个大怪的一个房间更难一些 那这个房间呢它们拿年主要是流程很长 其实很多 还好是前面有一个存档点可以存一下 依然是在存档点呢看一下自己的物品 这个前面的房间呢基本上你需要 我觉得至少是两个闪光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看了一下可能又存档了 对存一下档 这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建议存一下档 因为表示这个房间的敌人太多 然后它走位应该是比较的随机 流程再加上长 所以说你这一口气打着来会出错的概率和力 这个敌人你右手边那个狙击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时候它会莫名其妙的往左顺移一下 我不再清楚这里游戏是什么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小失误 当然也不算 总之有时候Ashley会卡在后面 也是稍微看一下 总之这个地方你 你贴着墙直接冲 之后呢如果直接你挡路 你就直接是打腿打着 然后这个敌人你要打一下 它主要是会影响你接下来 去放那个梯子 你的胆子呢它会相当于是 被 气过来 然后呢就是直接攻击了 这个地方呢我是 等于为什么 去打腿打腿的话呢一般这种敌人有时候你 可能攻击力低一点 打不死它会给它击倒在地 如果你打头的话就会像刚才那样子 直接给它打出地生虫 打了地生虫之后呢 那基本上呢是 甚至是威胁更大 这地方呢 甚至是运气不太好 Ashley被被击倒了 甚至是 要先给它救起来 那好像 我之前也是 稍微的看过一眼 可能是如果这个地方 Ashley被打到 你不管的话 敌人应该是会 把他绑走 其实就好像也没有必要救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的闪光 就是这个地方 你在转这个 轮子之前 你要去 扔一个闪光 把周围的人都闪 闪住 然后呢 就是 反正的奔跑 这地方的情况是 你上到这个梯子之后 这个地方 远程的攻击手 会继续超级射击 然后近战呢 就都会拖展 他们会拿来推你 这个真的就是 这个房间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 就是因为是你带着Ashley 她 敌人比较多 有时候 就像她经常会这样 被 一些 AOE的攻击打到 但是如果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基本上 情况不妙 你就只能是能闪光 接下来这个地点呢 是一个 很流程 很线性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你要知道要干什么 我的一套打法是 先把这个东西给它转出来 转来之后呢 应该是有四个敌人 我觉得先从敌近的打 这地方真的很线 敌人的刷金什么都会固定的 你杀死什么之后 我会刷死什么 然后第三个敌人 第四个 第四之后呢 右边会刷出一个拿盾的 这个地方 然后左边会刷出两个 那这次呢 我是 稍微慢点 可能能不能打到 这地方呢 这两敌人的血是比较破的 我是 选择了用狙枪 我们现在怎么先打掉 好 这个人是右边 那个上面的门 刷出来 然后左边呢 会有 刷一个敌人 右边会刷一个拿盾的 这两个呢 是 你要在他们 掉下来之前 想刚才那样 把他们爆头爆掉 如果等他们跳来之后 你再打的话 他们会举盾 总之那是 举盾就没法一枪 攻击掉了 这种 奔跑的地方 就不要爆头了 直接随便打一枪 把他们停下来 身体的凶 左右哪个地方 容易命中的打 由于是 这地儿截斗真的很快 所以可能我说也是来不及 但是基本上 是一个想法 你知道什么地方 会刷出敌人 这种奔跑敌人 你就是不要打头 直接去 直接去打身体 让他们停下来 之后的话 再刷的敌人 实际上就可以是 不管了 总之是 这么一个样子 相当是 这次算是打的 并不是很完美 但是至少 人们又出现一些 很恶心的情况 这地方比较恶心的 就是 后边那两个地方 会刷带盾点 那个敌人 如果你没有在 他们 就是举盾前 你给他锯地掉的话 他们会 朝你冲过来 冲过来之后 是 基本上 你知道扔手雷 把他们盾炸掉 或者是甚至扔闪光 是在去挣你这个时间 总之这个房间 毕竟前面有个存档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难度吧 都是 愿意存一下 然后去多多练习 这个房间真的就是 你打他几米之后 发现 敌人的刷新是固定的 你知道什么时候 刷什么敌人 按照优先级 打掉 就可以了 这吃藏里应该是有一些鱼 这个鱼 我是之前也是我打 真的是二周木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之间 就这有一个 这应该是卖一万块钱 那个鱼子 就如果你现在不打 你看应该算是小鱼 看这边有一个中鱼 你现在如果把这些小鱼 留着不打 之后游戏后期 然后算是大鱼 总之你在回来的时候 这些鱼会养肥 也算是比较有意思 不过这边的流通 是为了 就是S Plus评价 需要你很快 所以说就都选择打掉了 那个鱼巢 是一个后期商人的 一个任务委托 我们现在可以提前打掉 打到之后 他会把那个奖励 是会提前给你 我觉得东西存起来 加血现在应该是比较多了 我现在物品上中 应该这个小的资源 应该算是太多 其实打了几个周末之后 我是发现这些游戏内 小资源 它的掉落还是蛮多的 比较占实 占位置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 有价值的 大部分情况下 你只可以直接把它卖掉 我这次游戏不太清楚 就是你真正 毕竟是很多的 财宝还是有些东西 是跳过的 比如说是比较 轮廓吧 没有说 卖的那么多 但实际上 这次的流程 打了之后 他现在还是 有些那些资源掉了 还算是比较 友好的 基本上 如果你卖的话之后 他就会 之后再打箱子什么的 就会掉率会再变高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其实如果你正常打 就直接选择 把那人远距离狙击掉 我这次呢 是选择了一个 总之我 尝试了一个流程 我个人感觉 还算是不错的 就是比较稳的那种 现在呢 是 现在比较费时间 但基本上 你上了这个之后 你可以跑 这个人呢 他是会背对你 给他暗杀掉 然后右手边 有一个空间手 给他也是暗杀掉 那之后呢 刚才是那个 大怪 红的那个人 是暴露了两个机身手 把这个人 一次给弄进去之后呢 你应该会把这个机身手 打掉 到之后呢 你的左手边 有一个空间手 我们试试看一下 这个人狙击 狙击了一下 然后把油桶 趁他还没有跑 跑开 你把油桶给打爆 基本上就 这个地方就像那时 结束可以跑路了 看一下 罗维的敌人 这地儿其实敌人 还算是比较 比较随机的吧 但有时候 就是四面八方都有 然后有时候 他也不会第一时间 朝你冲过来 那个灯 好像是会掉一个材道 没有看到 我捡死了 这个那个房间 敌人还是蛮多 而且还有空间手 总之 迅速的 离开 我应该是在找一个 找一个材宝 刚才我是 眼瞎没有看见 我应该会到这个地方 你会不適合 有时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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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左手边应该是还有一个锁的小柜子 我是没有选择开 这个谜题你都放进去之后 应该是右边的 这个放到右边 然后这个放到下面 这个往左上放 然后呢 翻一下 最上面的原地翻一下 应该是这个样子 怎么就是右 左边的往右放 右边的往下放 下边那个往左放 最后上面那个东西是直接翻一下 这个敌人呢 比较麻烦 我是直接建议用散弹枪给他打出定值 没有必要打死 因为下边那个商人的房间 他是进不来的 看一下物品 基本上物品篮比较满 没有什么特别没吃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没吃的东西 大家清楚我在干什么 应该是在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做的了 这就是呢 基本上楼上有狙击 你是一进 一进之后他们打不到你 然后 这些人呢 他的 流藤 他的行动 应该是比较 比较随机的 有时候会把你卡住 那基本上呢 是选择直接冲 因为他们追不上你 然后这个地方呢 贴着左边墙 然后跺着外边 很像是 墙的那个墙角的位置 攻击一下 会把这个人给打开 我们现在是给打开 前面的话呢 是位置 不太 现在是卡 卡的位置了 直接呢 是选择用 手雷 给他能 能炸掉 这样呢 基本上 通过这两个几个镜 是可以省下 很多时间 那巨人刷出来之后呢 你没有必要等他 丢石头 你直接是把他冲着 这个上面往左走 因为那个人会 常常抓 过来之后呢 我 过来之后呢 直接是你把镜头 调过去 然后对着 你要去那个方向 按一下瞄准键 人物会很迅速的往生 就这个样子 如果你直接通过 尤其是PC感吧 相当于是你通过 键盘的移动 有时人物会进行一个 比较 比较困浊的一个 转身动作 会 稍微多费一些时间 前面呢 有一个锁 里面好像是一个甲虫 这个甲虫 还是卖价比较贵的 所以说 我这边要是多余 如果是你要是不够 的话呢 还是建议用到 用到 这种比较贵的财宝上面 我的鼠标的 这个敏感度比较低 不可能需要拖好几遍 才能打到这个巨人 所以说 我是选择先躲一下 他的攻击 然后再去 再去轰击 这边开了一炮 没有权炸死 不会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 你只要是 把敌人的 入住 把都 打扫 这个就会更容易 更容易过 三个人的话 有时候会把你卡住 那这个人 应该算是刚才比较 没有礼貌 别人推了我 就先打掉 三个人 接下来是 迷宫 迷宫 迷宫呢 也是可以说 非常的线性 虽然说是有战斗内容 如果你打多了之后呢 其实上会发现 这个地方 他的线性化 基本上 其实战斗也并不是 特别的 纯战斗那种 就是哪里有敌人 直接是打着就好 没有什么 或是战斗的难度 我每次呢 都是选择这条路线 感觉上 整个打起来 还算有个固定吧 这箱子里有一个 固定刷清的蛇 也算是一个 加血物品 所以说过来捡一下 这个角落会刷出狗 好像是会暴击生虫那种 就是在他暴击前 直接狙击掉 应该就是会不会有问题 下面有一个加血品 是 捡一下 又走之后呢 草丛里会栓出一个 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你是要狙击 狙击右边的狗 然后用他的穿透伤害 把 左边的狗也给打掉 让他们就不会出来 暴击生虫之类的 这个地方是会 穿那个狗出来的 狗的死亡动画 可以看刚才 他好像是会 散起来似的 但实际上呢 是 狗的死亡动画 这里面卖一个 有一个卖价比较高的财宝 所以 还是很顺路 捡一下 这是第一个棋子 我刚进来的时候呢 应该是有一个 你可以爬 我是特意选择了 没有先把那个放下来 因为是 总的算是 省时间吧 这一只狗 这地图出来之后呢 应该是还有一些其他路 你可以去收集 我是没有选择 因为感觉上 我的弹药什么的 都是比较充足的 随便有三只狗 还是要 就是 要有一颗手雷 炸一下 应该是会有 一只狗 有死 但他应该呢 是有 逆地血了 毕竟这里面 应该是有一个闪光 对 我目前是没有印象说 我一颗手雷 会把他们 都炸死在那个笼子里 你到这个地点的时候呢 这个前面会 穿过一只狗 来朝着你地方跑 我是选择 我以前跑出去堵他 你如果你在 阿什利的那个位置 狗过来的话呢 相当是 空间太狭窄 这是第二个棋子 第二个棋子放下来之后呢 你往回跑的时候 会刷出一波迪人来 这波迪人呢 我是 有一些 想法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有两个迪人 跑得比较快 这个第二个敌人 他跑不去之后呢 你再往下跳 因为有时候你跳太快 这个第二个目标会转移 第三个敌人呢 基本上是在 他抓到你之前 你跑到这个塔上来 最后一个棋子放下来 总之这个敌人呢 现在是在去追阿什利 你现在再去放这个棋子 应该是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阿什利呢 会被抓住 然后呢 基本上是在这儿等一等 等他看走到 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位置 可以看到那边火炬亮了 可以看到他 给他闪下来 闪来之后呢 由于是阿什利离着我们很近 然后呢 他会直接被传送过来 这地方呢 你也是要多 找一找距离感 有时候阿什利如果离得太远 你直接这么做的话呢 就会 游戏会判定阿什利被捉走 甚至是会失败 是看一下 现在夹缬物品还是比较多 多余的那个 已就存起来 别的东西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了 珠宝呢 调和一下 因为到了这个房间之后 如果你不是在最高难度下呢 他应该是直接解锁了 游戏的最终升级 所以说武器的升级 应该是都可以升满 基本上呢 我的 总武器应该是狙击枪 包括有些打包子什么的 剩下的东西呢 其实就 看着升好 只是手枪现在基本上 已经没有必要升了 因为是 手枪只要是用来打之前 那个 就是水厅的那个房间 别的东西呢 看起来好像是下一个偏章开始 护甲会打热了 这边有一只老鼠 好 这地解谜应该是固定的 是这个椅子 然后是往 压师里坐下 然后是这个椅子 游戏内的一些解谜 根据难度不同 应该好像是高难度跟低难度的 按不及它一样 我不太清楚 这个这个答案会不会也算变 如果变的话 可能就是 那边 就是说的 这是可能 按 顿道 把牌子打一下 我现在应该还是在计划着去 摆那个武器最终的升级券 现在是可以 省一些最终升级的钱 然后前边应该是那个雕像后面有一个牌子 不过我可能是选择在最后吧 我去放那个头的时候应该再去打 这边呢 我 保险几天嘛 那我是先收好一圈 把这个周围的东西都搜刮了 如果你熟练的话呢 是可以选择直接开始战斗 在边战斗边搜刮 应该会能省些时间 不过这个地儿还算是比较难的吧 这些骑士呢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 普通攻击呢 实际上伤害一般 另一样的 比数攻击 实际上伤害还是非常非常高 很高的 这个是背后的这不太好打 先去把 这个脖子侧面呢 去打 这种是已经 TG然后再踢过了 直接用抖枪 另外呢 它们真正是激活手的 它们是不会打出命运的 武器是狙枪量比较少了 散弹枪比较多 所以说是中途换武器 这个房间 比如说这次打的比较 奇怪 平常的话呢 我毕竟这次是 就是为了 时间 很多的武器 甚至也不是生的特别好 如果你资源特别少的话呢 是用手枪 总之给它打出硬直 硬直出来之后呢 去 狙枪把这个暴露集成虫打掉 应该是当然一个利用力 最好的 当然最好的利用呢 还是直接 就是利用Ashley 它上面给你 来扔那个 扔灯笼 我应该是没有理解错 就是这个 这些骑士怪 量 进行体数 攻击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 很多伤害 今天从暴露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就 血不多了 基本上一枪 狙极枪 就是可以 可以打掉 这个地儿呢 这个地儿呢 也是 估计是到了现在 大家应该是都知道的 一个小的技巧 直接一光 闪光或者手雷 直接会把这个人打掉 我呢 是为了 稳吧 我是选择了把这个人打掉 然后这个 散弹枪 那样你剪的时候 注意不要玩命的按确认角 如果你角度不好 按的太多 有时候你会 这个人会直接跳下去 最后捡这个头 因为这个头捡完之后呢 是会 这个不要忘记 前面是会刷出一波敌人来 这个桥呢 可能是比较窄 然后再加上有 带盾的敌人 你直接是 用手榴弹 然后把这个盾清了 之后呢 就看一下 这个就Ashley可以看 有时候他会 总之是敌人比较快 或者他比较慢 会被抓到 我们是看一眼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 总之放头之前呢 是记得打掉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 然后呢 应该就是Ashley的剧情了 这个地方呢 应该跟难度没有关系 非常的线性 基本上你知道做什么的话呢 简单是 简单是 就算是比较无聊 或者说可能 算放松一点的结局 呃 剧情 那个路掉了之后呢 你在 那个时候进行一下瞄准 阿什里原来是会有一个 惊吓的一个动作 会被这个瞄准的动画给取消掉 哇 这个钟我比较确实 应该是 高难度下是 7点钟的谜题 然后在低难度下 他应该是一个不同的时间 我只是 听过 但是低难度呢 我是没有打 所以说具体的这个谜底是什么 我也是不太清楚 这个东西我没有理解错话 你是没有必要 就是 去照打 时间反正是来不及 这地儿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就是 右手边 左手边 然后再 右手边 现在是一个 迂回的前进 然后是 左手边 为了节省时间 这次是选择了 直接 没有去按照正常流程 现在是直接 把那个 中的谜题打 来 相对于是 这地方会 miss一些财宝 不过 相对 你拿那些财宝 花的时间 还是不太值 这个灯呢 是你先去最后边 然后从 换掉 然后是左手边 然后是这个 右手边 之后你把这个牌子 剪完之后呢 游戏的摄像机 会固定住 从这个视角 你要一直按着 后 方向键的后 总之是 不会 这个人物不会 失控 在原地乱转 这个地儿呢 我之后打的时候 我是发现 你是可以直着冲的 实际上 看着比较 比较可怕吧 不过 我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前面电梯上你之后呢 是 算是游戏的 第一个 小的难点 那个骑士呢 有时候会把你卡住 基本上呢 跟之前打那个鱼的 boss一样 你把帧数调低 帧数越低呢 这个人越多 越不容易把你卡住 总之 从他身边钻过去 钻过去之后呢 再把帧数调回来就好了 好 要走走 啊 第十章这个篇章如果你想应该是会解锁很多之前的内容 如果你想把任务相关什么都做的话呢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这边呢我稍微绕上一路因为这边这个老鼠是最后一只 其他的东西呢由于是太绕道我就不去 不去弄了 这个谜题其实也是我还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东西你知道就是该怎么翻但是你按这个键盘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你按的东西跟你想翻 翻的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 你这边回去财宝是弄一下然后呢应该是可以买这个中升级的这个卷了 其他东西呢其实那个杯子也可以买 因为已经进来你是不会有太多可以用那个升 应该是这个宝石没有太多用处 其实就已经是没有什么特别好升的了 主要的想法就是用狙击枪进行一个主要的输出 这武器呢散枪其实主要是用来空场 手枪的话呢由于是没有太多的起来算是没得用 随便升一下其实现在应该是之前的那个房间 过之后基本的手枪感觉上升到三级也够了 所以右边有只怪 还是被砍到的 等于如果你第一时间过去的话 那个是不会是不会中招的 那个箱子的上方好像想起来 这可能是DLC的一个财宝 我这边由于是很多财宝 我相信是我规划的时候呢 是我只是背了这个财宝的位置 但是它的相关哪个是什么 我是工作量现在是比较大吧 我没有没法一一的都背下来 我只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有财宝是打一下 你像刚才那种财宝实际上是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就是我选择是先走左边 因为一进来之后你选择冲的话 我刷出很多怪 往左边呢 这个就至少怪稍微少一点 我冲到这个地方来 总之往地上中一颗雷 趁着这个敌人都被闪的时候 把这个甲冲拿 这个甲冲应该是1200 还算是比较贵的 刚刚那个箱呢 我不建议打 所以是会浪费一些时间 总之趁着这个闪过还没有结束 我顺序就爬上 那天上面那人还是被闪的 前面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 或者是他 我们有时候 他的AI进攻性强一点的话 你真的是冲不过去 甚至会被他掩 所以说你是选择打掉 这边 这个草药是一个固定刷新的草药 然后左边上面有一个灯 那个也是 或者是一个财宝 那个也是一个固定刷新的财宝 最后呢就是冲到这边的二楼 去解锁第二个 第二个东西 游戏内整个觉得不管是什么难度吧 不管是打什么游城 还是 这应该是我 我拿一点 我看就是做的不太好 闪光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而且也是比较便宜的 总之闪一下 基本上刚才那个闪光 是可以撑到你跑出这个 最后这个门 这个门你跑出之后呢 你的怪就不会追出来了 前面呢算是 我感觉可能有时候觉得 这个房间是最难的 我感觉到还好 至少我之前是花了一些时间去 研究这个房间的打法 基本上主要是 利用了这把狙击枪的高攻击力吧 现在是能 能把敌人是给 继续的击杀掉 保险呢是留一个闪光 然后这个房间进去之后呢 还有一个闪光 站到这个热手队 继续的把三个敌人狙击掉 这个人狙的时候 看一眼他后面的穿透 不要穿到那个怪 如果你杀到快的话呢 这个怪是不会挣脱 然后等这个人把他转身 给他按插掉 之后你如果你再造成声响 那个声响呢 是把那个人打 怪增脱之后呢 你用一个手雷 然后他会被怪 会一直给打到你 每个怪打一下 你如果打一下之后呢 是会 总之会给他们 再打出应职的动画 那这边如果我失败了 没有攻击 就是没有给他及时打的话呢 那个钟算是一个保险 那这个钟 台下他会再争取要及时间 如果说这个钟你也失败的话呢 那就是 根据情况 如果这些小怪太丢 那你就扔闪光手雷 如果小怪不多 或者说是 没有必要用闪光的话 你可以再扔一颗普通手雷 总是再造成一些声响 让这个怪去 去攻击手雷炸 比如说刚才 这边毕竟算是 一口气打起来的 不是特别完美的 如果 完美的话 至少刚才 可以看一个第一只怪 我现在是 一颗雷 然后配上狙击 现在是可以 就是很快的 插到原地 这个人实际上是 我应该是攻击miss了 如果是没有miss的话 应该也是 能在 现在是这个独角兽的 那段场给打到他 这边不要说是冲过来 总之是这么一个 我是选择这么一个打法 更快的打法呢 是有 应该是扔 那种高爆手雷 这种 胖的那种 这个手雷呢 是扔三颗 基本上是 伤害就够了 但是说实话 资源的消耗也是非常严重 看情况 如果大家资源很多 然后这个房间 又感觉上 特别难的话 是可以是选择 我 用这个扔手雷的 更快速的一个打法 我呢 是 至少我之前是有练过 我感觉上 我的这一套流程 打起来其实前半部分 还是非常稳定的 唯一会出问题的就是 那个怪 那个大怪 挣脱 现在是扔第一颗手雷 给他们造成 就是用那个手雷的声响 给他们引到 引过去之后吧 可能会出现一些 意外什么的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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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心说 我打开链是吧 这个地方 其实我现在 再回想一下的话 我可能是手枪的升级 不是特别厚 这个地方 其实你没有必要 太节省资源 直接用散弹枪 以及是升级我 直接一枪打 要应该是更稳多的做法 应该是这个石头 就是之后才会 可以出 总之这个地方 敌人的刷新吧 刷新位置是 是固定的 这就应该是有两只鱼 可是刚才好像是 打歪了 结果杀了一只鱼 又有一个网罐 还是非常卖的很贵 咱们 年轻松 不保那是在 这个左手边 看到一直在看头顶 呃前面是boss战 我的物品栏也是非常的满 我觉得还是 用这个存档 走时间的一个东西呢 事先看一下 应该是有很多的像弩的那些东西 可以卖掉 其他的东西呢应该 那个蓝色的资源其实是可以卖一卖 我这边还是依然是不太 尤其是不太清楚 我的资源是够不够用 所以是一直没舍得卖 这次我是不太清楚 我之前 好像是少杀了什么怪 这边的 这个黄罐吧 现在是没法 给它弄到最高的一个卖价 还是比较亏的 这次是 这个黄罐是没有规划好 不过其实打起来之后 我发现 我的资源还是非常 很疏远 所以说这个损失也不是说特别的 咬命的那种 基本上呢就是把狙击枪跟 散弹枪 然后是 我先把这个东西卖掉 我之前呢还选 选择买了 Magnum 应该是也是可以用 游戏之后的城主的 那个BOSS呢 应该是有金鸡蛋 所以说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贪心 直接用狙击枪就是够用了 这个Magnum呢 基本上 应该是用在这个BOSS身上 应该算是最好的 这个BOSS好像是 我没有理解的话 应该是整个游戏中 好像是写最后的一个 它正常情况下 你 或是正常打 你连 这RPG好像一枪都 都打不掉 你现在给它冻住 这边找输出呢 就是散弹枪跟狙击枪 然后Magnum 基本就是随便 我是随便升一下击 因为它 我主要就是想 用它的那个免费的 就是这6发吧 它现在是免费给你的一个弹药 去攻击一下 去攻击一下 这样说一下这个BOSS的流程 其实我感觉上也是比较线性的那种 基本上是在 这里面应该是一共有四个 那个种 冰冻的装置 应该是你打 连三个应该都是很固定的 奥斯的 它应该是会 前面再偷袭你一下 应该是到了 这种空间里面 应该是到了 好 你往这个屋口那走一下 都不用等 你直接跑过 它就会被刷进 等之后呢 我是选择去观察一下 它的动作 就确定它 等于是跟着你 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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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基本上 我的理解是 BOSS被冻住的时候 受伤会提升 然后 那刚才的那个动画出来之后呢 应该就是 你的伤害够了 它会选择逃跑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打 三遍 然后呢 它会 偷袭你两次 这边就是我之前 的那个 蓝的资源嘛 可以说是 太 太 不容易 这是一个游戏 我觉得设计的一个问题 你去 弄门的时候呢 你是没法回避的 你偷袭两次之后 就一半会出来 突然之后呢 是 应该是 你醒了 稍微差一点 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 比较尴尬了 如果你就是 强行的 就是 倒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危险 如果是不建议 除非你是对这个 怪的攻击 躲避 特别 特别 特别熟练 只可以去 强行在这边 这边 你如果 熟练的话 就会出现 这种样子 就是它 攻击完之后 直接是跑 从背后出现 这边发现 情况不对 这边是 直接是选择了 跟他 其实 迂回一下 我们也算是 犯了够主的错误吧 这件事 其实现在 我没看一下知道 知道了 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的地面 但是应该是第二个冰洞 应该是重招了 重招了 他会再 必须 偷刑你两次 两次之后 继续 出来 之后 接着 他就是不会再钻进去了 他那是会一直的在 地方 追你 往最后一个地方 跑 基本上 升满的 狙击枪 刚才应该主要是用的是狙击枪 Magnon 其实 我是感觉上都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地儿 你有两把主武器 应该就是已经 伤害应该是已经够了 应该是把 这个蓝的资源是扔掉 或者是绝想的加血 至少 我打这个流程的时候吧 还是有很多 地方 现在是不是不够熟练 毕竟是 彼此打 还是感觉上 心里很虚吧 很多情况下 就感觉 怕是万一 到后期 你资源不够用怎么样 一直在担心 那实际上 我记得好像 我现在这个 到了这个地方 我的急救 好像都已经有 四五平 甚至五六平 在这个 箱子里存着 其实资源 还是非常的富裕的 我这个流程 其实大家参考的话 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 实际情况吧 如果就是 办错比我 办的还多的话 你的资源应该是 比我要少 我这边呢 应该是 可能是太 太节省了 这地方呢应该是接着来会 用到刀 五十一外的话呢 应该是会把 刀生了那些 然后 那个呢 基本上 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游戏后面还有一个暴走 它是 基本上是已经 就是有金鸡蛋 是不用担心 是这一关吗 还是下一关 会打Closer 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要选择升级 你怎么能够 像这个房间呢 其实还算是比较 比较混乱的内容 随机因素比较大 我是想用一个进行一些战斗 又不是纯冲的那种那么一个打法 目前我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前面巡逻敌人 你移上来不要太靠前 如果太靠前的话 是会把电锯会朝着这个地方 会拿火箭的敌人 他会朝着地方冲过来 如果你多等一等的话 电锯他会慢慢的走到 总之一会儿电锯站在那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拿雷管敌人 这个敌人我是发现是比较 总之比较恶心 我就选择把他打掉 把他之后你再冲 那个雷管敌人总之有时候 一会儿就会前回 总之呢是把雷管打之后呢 是这个地方你把这个电锯 他的攻击给引起来之后呢 再去开这个东西 如果你直接想要硬冲的话呢 有时候你会你的动作动画结束后 那个攻击会正好滑到呢 就直接就直接死掉了 因为你开门 开门如果外面有雷管 有时候会可以开那个雷管 就会在你冰前 总之是很惹心的情况吧 有时候就把那个雷管人打 然后呢这个挪土牛的 现在是把那两个电锯的人 炸出硬直 有些时间 然后呢现在 刚才是 我看他们离得太近了 再用走雷再炸出一个硬直 这人是直接用散弹枪打的 他会 那个人才一定会朝你冲过来 会抓你 他算是比较 运气比较好啊 那个人的抓拿 现在是被我对攻击 Aaron攻击的硬直给打掉了 这次呢敌人是追的你很近 旁边刚才是有一个财宝 然后那个财宝是一个死毒痛 我虽然有一颗手雷 但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做法 我只是没有选到简 然后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有时候现在我应该是 可以看战斗音乐是已经结束了 有时候呢 那个电击的里面 会一路追到现在的位置来 这等于是会比较 比较危险 总之看一下 如果战斗音乐还没有结束 你可能选择 你要选择 往这个 那个 TNT远处的地方跑 好 前面的BOSS战 我选择是先把鞋少跟这支干掉 那是会花更多时间 但是呢 我还是比较 就是更稳密的 跟节省资源的一个打算 那是写 写和码 但是狙击三强的指令是局导 局导之后呢 是去 等路易斯 路易斯应该是为 他就是说 有一个动画 但是去拿炸药 之后呢 就是直接站在这个 这个巨人的 方向 可能是没有 可能是站歪了 我不太清楚 他明明会打出这个攻击 可能是 既然已经 被 在卫士站歪了 可以直接选择 那一下 你这个地方呢 你直接站在这个地方 怪即使他去出 冲锋 也会突发 路易斯跳人 你不用担心 这边狙击枪升满了之后 尤其是 在打个暴击的话 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这是这么一个打法 然后现在呢 我这边做的 有点不太对 现在是 时间的利用率不好 你应该是先把路易斯给他 让他 扔到对面去 不是扔到 同时 帮助他去对面开门 因为他开门 这个动画是非常 慢的一个动画 给他先弄过去 弄过去之后呢 再去收集这个 房间内的物品 大概是这么样子 然后这个BOSS呢 应该是还有另外一个 更快的一个 战术 就是用 我现在兜里 应该是有四个大手雷 用一个大手雷 是直接 迅速的把那个大怪打掉 因为大怪的话呢 你正常情况下是 光射击是很难很难打的 好像是三颗大手雷 应该是能把那个大怪先 先打掉 打了之后呢 就不用去等路易斯 相对是去拿炸药的那段时间 现在是速度更快点 但是相对的 对你资源的 消耗也是更多 这边呢 也是 我觉得是看大家自己的 一个资源的利用率吧 其实我现在的 物品栏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可以选择 用那个更快的 那个战术 这边毕竟是 也不算一周嘛 就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流程 我是有时不太清楚 就是 后续的一些资源 我现在假设是都用的话 后面会不会不够用 所以还是 比较保守 总之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 是这个 矿车的一个机型 这个地方就是 非常的 本线性 感觉上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而且我 我打了 这边应该是 硬发难度最高的 专家难度 我打了之后 你是 没有感觉出 这个难度不同之间 这个地方有什么 可能 敌人刷的敌人是 固定的 然后 这些敌人基本上 都是一枪只能打死的 不太清楚 难度高了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反正就是 我们现在先 这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 是 是 啊 原来是没事干 矿车打爆 这个也算是 让我打 应该是前两周 我都没有输入到这个事情 应该是下一段矿车 应该是有一个电锯 那个电锯是 他的车也是可以打爆 所以说那两个车 这个房子里有一个 雷管 还是有些危险 可能 站位不好 就会 刚才这个 炸到 这房子里边呢 应该是有一个彩宝 跟 一个红草药 应该是铺 这个地方一个彩宝 一个红草药 反正还是比较顺手 刚才这个地点呢 是 由于是路易斯要上车 需要等他 其实 你可以直接把 我刚才那个油桶 打掉 把东西剪了 之后再上车 应该是时间是刚好 让第二段 放车的这个剧情 应该是没有电锯 上呢是 但是 如果你 都做 对了的话 现在呢 是另外准备一个 准备一个 就有其他 所以 把 就是 所以 让他放车 要削落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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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出去之后呢 上面有一个带油桶的矿车 那个矿车我没有例子的话 是电锯他坐的那个车 你现在给他打的之后呢 应该是会把他的车的 车身的耐久会削弱很多 之后再出来 他应该不会从你左手边出来 他出来之后 直接对他的车去完全打 直接给打爆了 最后就算是完全可以不用空管 这段地方 应该也是会容易不少 平常的话会有一个电锯 会要去给他打出硬质 然后他会把你车给打爆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其实并不能省很多时间 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时间 可以说是省掉的 只能是 如果一些 就打电锯 给他提前把车打爆的这个打板 这个地方应该是会 如果来说更容易一些 还是会把你打爆的 KiKA 这个地方应该是定了 你还要算是吗 这个地方应该会把你打搜的 还有哪一块 看来吧,我把蟑螂捕出的似乎的似乎成功 到了重巢 这个地方有一个委托 打四个同学 游戏的感觉好像 模型过得不太好 好像还会 我这个角度和射击会被挡住 这个地儿呢 其实我之后又打了更多 我发现这个地儿还算是 挺线性的 所以说敌人刷出来的是 比较随机面的 这边呢 其实更好的做法 就是你直接 这个地方就后面灯管 直接往前冲 看着挺可怕 但是基本上这个地儿 我先冲 这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之前应该是 花了太多时间 之前是没有 我一直在用手枪 现在是 后边虫子一直追着你 如果你有伞的枪的话 现在是直接一枪 打开了 被打不掉 应该是没有 伤害问题的 另外呢 这个 这个地方我用XGENSE 也是做得不太好 就是 这个重巢的东西 应该是你在 到了游戏最后边的地方 那是可以 是可以 也是有一定 如果是能找到脚的时候 都打得到的 反正呢 这个地方 这次版应该算是一个 感觉上是一个反兵的教训 直接用散弹枪不要太省 可以看我现在散弹枪 那样是很多 应该就是 这里没底 应该是在手 现在想明白了 应该是用弓弓枪 前面的敌人 应该是跑太近了 前面好像有一个 隐身前伏的敌人 比如这边我这么看 我都没有印象 我第一次 我打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么差 那前面是暴自战 基本上我看 手枪那样比较多 其他东西 应该也是 那个蓝的资源是比较多 这种东西就是 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卖一下财宝 然后 把小刀双底一下 之后 他 他 他 让它 资源 让它 这个地方你出来之后应该是后边追你的怪 应该就是会都停下来 而你进这个电梯的时候 你往回看应该是会有最后一个槽 如果你之前没有把上面的槽打掉的话 你应该是会 从刚才商人出来的地方左右 就暗眼应该是有多有脚都可以达到 总之是打打 其实我现在如果没有集中的话 好像我这边商人尾拨的那个奖励 应该已经是没有 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我现在只不过就是 我主要目的应该是买那个升级卷已经是买到了 我现在只是想多打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是再买别的 这个暴力战 这暴力战基本上是一个节奏的一个东西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擅长这种就是 这次是射击游戏内打肉脖子的一个应该是 这次打的不太很好 但基本上我后来发现一个比较门土的一个东西就是 看我刚才那两个攻击的一个 就是节奏 然后按照那么一个节奏去攻击 你打太快呢 暴力攻击你相当于是没有时间去反应 如果你打太慢的话暴力会攻击你 这个攻击就是太太快了 你看我刚才是一 然后等下然后再二 应该是这么一个一 这次我应该是还是没有没有研究出 或者是没有找这个节奏 我毕竟是武器小刀的升级吧 应该是升的很高 所以说我选择的这种血拼打法应该 也还可以 我这个给鑿来 那在肯定看 我就是在肯定的走处 你拿这个袋去 你还不想要 我只是你拿这个有分量 你用在肯定卖的 你用到肯定做 而是拿下的 看一下物品栏 用打字机 调和一下 可能小刀修一修其他的东西 应该是没有必要 有一个额外的小刀 没准可以卖掉 但是其实小刀的话 这次的流程 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情况就是 刚才Crosser Boss打完之后 基本上小刀就是攻击力的升级 实际上你就是没有用了 你可以是如果缺钱的话 你可以是选择把那小刀卖掉 甚至是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包括手枪的升级 都是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用 基本上后面的敌人 尤其是强度数目都很多 手枪这种武器 真的就是尤其是在 这边你现在是比较 需要 现实内完成S Plus停价的话 手枪真的是 是很好的一个武器的选择 这个中塔呢 基本就是散弹枪 直接有敌人挡路 就直接散弹枪轰掉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想法 路里边有一个财宝 还是比较浪费一些时间 但又不是特别浪费时间 我选择剪这个财宝 主要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边剪完之后呢 是 这次好像是不太 没有出现 可以说是 怎么还好 有时候这两个敌人呢 他会 就会冲的比较 快 基本上是他会冲到一个 你可以通过走位 把他们给绕过去一个地方 这次刚才他们可能是没有 没有充当一个位置 而前面呢 这个地方 在拐之前 把这个地方 就是像 脑的后背 有种打掉 打了之后呢 还可以回到火了 相当于是 可以省下短短短时间 那个人是一定会扔一个斧子 看一下 看他位置 这边我是想 我刚才是想用 用手雷 把这个拿盾 那个证据 就是给你给炸掉 但是失败了 这个呢 就有点 可以说是 一旦你 又是一个反明的教材 但你毕竟是 你打的话 尤其我最近也是 在为 2种 就是为 专家难度去做 演练 专家难度是 你是没有什么存档 犯了错觉要买单吃上来 这地方呢 其实他的一个要点就是不要停下来 刚才我已经停的太多了 直接停多之后呢 后面敌人把你拖住 拖完之后呢 前面敌人会把你堵住 真的是 这是刚才为什么中招那么多的一个原因吧 前面就是比较陷阱的东西呢 上来之后呢 先放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滚进去之后呢 把这个彩宝剪一下 然后呢会有些敌人不能打死 然后再往后还会带有一些敌人冲上来 然后再放一个石头 确定把那些敌人 就给他杀掉 你看还没有杀掉的呢 再放一个 然后呢把左手边的彩宝剪 回去呢 他们应该是掉了很多的钱之类的 总之是去搜刮一下 但是东西还是蛮多的 最后呢是一个小的地角 你放一个石头 然后马上跳去就开启一个电梯 开电梯的时候呢 楼梯下面会刷出那个红袍子罐 他刷出来之后呢 直接就被直前放那个石头给撞死了 特别是 那只怪你肯定是可以前身边也会打 我这地儿呢是 手枪应该是也是进行了升级 如果 你打的流程 路远不够 手枪呢是没有瞬间换到这个地方 单只怪可以用手枪打 怪一旦多了 就在用手枪就 人家击杀凑就封不上了 用具体枪 一个怪 目前好像是还能跟上 这个就封不上了 反正是已经判定出来了跟不上了 这就是 散的枪 最后的话应该是上面会跳到红袍子罐 别人能够炸死 这个好像是暴击了 我记得好像有时候这个攻击是 对枪打那个红袍子罐应该是会打 两枪才能打死 你是在找这个跳的地方 我找不到 其他的地方呢应该是 因为刚才那个油桶是可以穿透到上面里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楼梯 因为刚才有人在在爬楼梯 我在 我在 我在尝试打 如果他们爬楼梯的时候 你给他打的话 你应该是会 就是直接 把他们从那个爬楼梯的动画中给 给你打出来 在那里面 对不起不太好 手子弹没有 我们刚才如果他爬楼梯的时候 你打了之后 他一旦摔下来之后 你就会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他在爬上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已经到达 顶层了 我们应该是没有做到 不过这个电梯 其实 你只要是 有弹药的话 应该是不难 就是怕 你的 散的枪或者是撅枪弹药不够 然后只有手枪 没法给他们 机身杀掉会比较麻烦 这个台子是不让跑 但是呢 没有说是不让小跑 周围 也省个0.5秒 你也别跑得太猛 跑得太猛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多死 直接是摔死了 周围的绕个远路 因为上面有一个 夹写的物品 那其实我现在 这么来 就是看一下我后期的一个录像的话呢 其实发现 你可以看我的 箱子里面已经 已经有8个 这应该是把你血补满的一个 相对是一个全恢复了 这次打起来真的就是我 额外的资源吧 应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之后如果我想 把时间打得更快 或者说是 大家比如说是自己犯错更多的话 我这边至少 感觉上 按照这个流程打得来 你的龙错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看现在我的武器是升 攻击力升满 而且基本上下一个boss 基本上你是 本上是完全算不上boss 一个 一个流程的东西 基本上的需要的主要是 对游戏的 得随着一个理解 并不是说是你的操作要功能的好 我没记错的 好像这次我 我犯傻 直接是 我们来拍一遍 丢外了 这个可能也是至少是 给了我一个 算是一个较劲 或者是一个笔记 就是打这个boss之前 即使是你在专家栏 才能重挡 然后呢 这次真棒 又是把 完全就是一个反名的教学 现在是把这个鸡蛋给吃了 鸡蛋它不像手雷 你直接是 确定两下 直接是装备上的 如果你确定两下 它第一个选项是吃 另外 这个也是很奇怪 可以看我进来之后呢 我前这个量 会往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会走 我觉得是 对不对 还是比较 注意一下 一个金鸡蛋 这个boss 好像是会 没掉70%的血 然后之后呢 你升满了狙击枪 它连 它那个硬直动画 结束不了 就是结束之前 就会直接 直接给打死 如果你的狙击枪 没有进行 那个最终升级的话呢 你应该是会 可能会差点 或者可能你暴击 暴的少一点 应该是会有一个 也许是咆哮的一个 进入二阶段的 这么一个动画 你在那个动画期间呢 也是有很多的输出 真的是 基本上一个金鸡蛋 配上你升过级的武器的话呢 它是 基本上是活 活不下来的 这样基本上呢 这就是整个城堡部分的 一个流程了 跟说有些地方呢 应该是还可以提高 但毕竟呢 是我第一次尝试 这么一个流程 我感觉上 总体来讲 我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吧 我这边呢 通过这次的行驶之路 后期的解说 也是发现了更多 配备我之后 相当于是去打 专家 难度 S Plus 评价呢 可以是作为 参考的很多地方 同时呢 我相信 大家如果也是可以 通过我这边解释 像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应该也是可以 能分享到很多的 游戏相关的一些 小介绍 我觉得 至少呢 那我只有说话 我希望呢 是大家看完了这个流程 应该是 也是至少能 获得一些收获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后边就是一个 两个骑士 第一个骑士 我刚才是调了 三十阵的 东西现在是更好过 其他的东西呢 就是 去往后面这个 推艇的地方前进了 基本就是这么一样子 这是整个城堡 我们的流程 希望他能喜欢 我们之后海盗见 我们的流程